夕陽無限好 至近黃昏 還有有讀書喔 當然 這就有點太簡單了 上次 上次 我跟小哈來台中的時候 是 發現了一件事情 還有什麼事 聽你這麼一說 好像是耶 不管到哪裡去 他們都會贈送這種好湯 冰紅茶 吃臭豆腐也是啦 吃什麼炸物也是啦 對 那我跟你講 接下來這家店你一定會喜歡 怎麼說 這家店呢 根本就是 學生的好朋友 就是 分量又大又便宜 而且裡面還有 喝到飽 所以我真的嚴重懷疑啊 台中人的家裡 是不是都有種茶葉 是不是 超佛心的 我也覺得 真的超棒的 所以我沒有在跟他們客氣的 我每次喔 只要你到月底 我一定會 來這邊給他喝到飽 你這個 你這個是要外帶喔 不是 什麼 你怎麼這樣講話 我是 你們是愛地球的人 什麼外帶 你們真的不可以這樣子講 不行啊 超過分的耶 原來我們的美食小姐姐 也是走消灘的路線 很好 我喜歡 這家在霧峰樹人商圈的炸物店 是在地經營快30年的平價小吃 高CP值 超受附近上班族和學生歡迎 內容還有紅茶喝到飽 先來一杯解解客唄 你還說 欸 欸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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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你要講一下紅茶的口感嗎 偏甜 但是我覺得 所以你大學的時候 常常可能就叫一個 然後一直喝人家的紅茶 一定要的啊 學生 對學生來說 而且素人商圈是你們亞洲大學的好朋友 素人商圈這裡就是遍布各式各樣的小吃美食 然後學生 就是尤其是亞洲大學學生一定會來素人商圈吃 然後這家蚵蝶真的是學生們最愛 因為它都炸得非常熟 然後這裡真的 真的是學生最愛 這麼大的 你的是蚵蝶啦 我也是蚵蝶 你可以看到滿 裡面也是滿滿的 滿滿 真的 蚵蝶 對啊 而且滿滿這個是 韭菜 韭菜 蔥花很重 就是也是滿滿的韭菜 就是口臭最愛 覺得它的餡料滿到沒話說 你每一口都吃得到蚵仔 它外皮一看就知道非常酥嘛 可是它也不會厚喔 它就是薄脆薄脆那樣子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而且薄足感 它個頭是大的蚵蝶喔 對 其實我覺得以女生來說 吃一個就滿飽的 我自己小鳥味的人 當然 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喝紅茶 如果點一個蚵蝶 然後中一瓶這個紅茶 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這樣 沒有 你只是那個啦 我內用 對… 就是環保好不好 好… 我知道你是環保愛地球 但這個料多又飽滿的蚵蝶 一吃下去 哪還有味喝紅茶啊 一塊蚵蝶 至少放了六七個肥美蚵啊 吃起來真是太過癮了 你看 這一個肉排在裡面 然後再來 一排滿滿的青蔥跟韭菜 皮 蔥 韭菜 再加上肉 三角合理 超棒 很match 它的蚵蝶呢 都是老闆 然後金黃色的炸粿 對 韭菜香氣鋪皮 外皮酥脆 內蟹藏起來 扎實不甘涩 我的一口都是滿滿的 蚵蝶與蚵蝶 這就是炸粿獨有的誘惑 我突然想說 你是看到了什麼嗎 你遇見神了嗎 來…你看一下 這邊有 小超啊 突然變得很有邏輯 這外面美食家有沒有啊 我以為你是那個 胡天蘭大姐來了 你知道嗎 來 我跟你講這個沒有人不愛 真的 它的紅燒肉也很有名 真的 來 它紅燒肉 才是記憶中的味道 是 炸的就是外酥 可是那個肉本身的那個 軟嫩度還是在的 還在 真的很佛心醬 有它有漲價嗎 我想一下 有 它以前好像才20 20 25 真的喔 真的 你的年代才20喔 你的年代 我再 35 可以去年畢業是不是 不管20元還是35元 都很便宜啦 愛吃炸物的朋友 炸地瓜也是必點 鬆鬆綿綿的地瓜 搭配微酥的麵衣 超帥氣 喜歡嘗鮮的朋友 可以點炸甜米糕 鹹鹹甜甜的滋味 也是一絕 包你吃得回味無窮 最後一戰 用前總統獎金國最愛吃的冰 作為Ending 真材實料 香味濃郁的小方塊冰 好吃到一次買100個都不稀奇 請繼續鎖定新奇往食喔